怕黑的人 那晚上給他點燈 這樣來睡覺 比較亮 有沒有什麼不好 怕鬼跟怕黑 其實不見得化等號 真的嗎 怕鬼都是我們害的啊 對不對 剛剛分享就知道 而且有些鬼故事 隱藏在我們這種 很漂亮的童書裡 對不對 裡面有一些什麼 大野郎戴著面具 什麼的 其實對孩子來講 那就是鬼的一種 另外一種形象 所以故事都是 月黑風高開始的 他當然就會把這兩件事 連在一起 那怕黑本身呢 如果沒有這些 我們害他的話 其實一般的孩子 也是會有一段時間很怕黑 大概到 可能到四五歲吧 對不對 那怕黑的原因 其實是跟分離的時候有關係 因為你黑的時候 你就看不到 你所熟悉的環境 看不到熟悉的人 所以他就會覺得 很焦慮很不安 他希望稍微點個燈 我覺得無可厚非 但是不可以太亮 因為太亮的話呢 你睡眠的那個品質 就會不好 台燈就太亮了對不對 台燈就太亮了 對不對 通黑激素啊 生長激素啊 可能就造成 我們剛剛又講的 長度高對不對 好 那王老師 有沒有什麼建議呢 如果鬼故事這件事情 已經中... 就是鬼這件事情 你已經... 你的孩子已經中標的話 你就要變成一個 會講鬼故事的媽媽 對 譬如說我今天去錄影啊 對啊 然後進到那個電梯的時候 結果那個燈一盞一盞的這樣子 亮啊 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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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開了電梯門了以後呢 發現走道的燈怎麼又沒有... 又沒有開 對啊 然後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那個長廊的盡頭的時候呢 有聽到一個人 有在走路的那個聲音 還在咬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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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那個聲音 對 結果呢 今天呢 結果我轉過去 一看 那個黑黑的那裡面呢 竟然是 昌明哥穿著拖鞋在持電梯 吃鳳爪啊 吃鳳爪啊 更有梗 吃鳳爪 你知道嗎 就是利用孩子的想像力 先把它戴起來以後 去破那個梗 只能這樣子做 因為他已經中標 充滿想像 可是他那個想像是沒有一個結果的 對 那個結果的那個 那個故事的鏡頭 必須要你拿出來講 欸 漂亮 沒有關係這樣子啊 對啊 你可以編無限的鬼故事 那叫做好笑的鬼故事 爆笑一樓框 對 那叫好笑的鬼故事 因為我小時候 我兒子小時候有一本書叫有妖怪 他就是有一隻小豬上山去 後來他晚上下山的時候 總覺得有兩個 那個黑黑的妖怪一直跟著他 他生活的時候 那個妖怪那麼大 然後就跟著他 後來他一直回到家 他就說好怕喔 媽媽有妖怪 後來他家房門響 有人在敲門打開 原來是山上的兩隻豪豬說 欸 小豬你忘記包包了 你的包包丟在山上 我們兩個拿包包來還給你 其實那個大妖怪 是他生活的時候的那個道理 你知道那本書 我兒子每天晚上抱著睡覺 因為他可能就天生 非常怕那種東西 所以那個講 你每天晚上必講那個故事 給他聽 讓他有安全感 他才睡得著 所以就是利用他的想像力這件事情 因為想像力無限豐富是好事啊 可是他用到了那種 沒有結果的那個東西上面去 我們就讓他有一個結果 然後這個結果就可以引導你 世界上沒有這麼可怕 好 接下來 最後一個1啦 一次人數最多的 對不對 大吼的熊代表什麼 先天壓抑型 對 如果你的選擇是 大吼的熊的話 它基本上比較是那種 可能先天 它對於一些的聲音 或者是氣味 或者是 就是說它不知道說 那個有一些環境上面 出現了一些的音響 從哪邊來的 它會特別敏感度很高的話 它都屬於這個類型 那其實呢 屬於就是說一天生生下來 就是說它是屬於就是 先天氣質屬於這個 壓抑型的孩子 大概占五分之一 好多 一先天就是生下來 那這個從嬰兒時期 就可以觀察到 就是說一般的孩子 如果說他在嬰孩時期 他已經可以就是 看得出來就是彩色 或等等的時候 你拿一些彩色氣球 在他面前晃來晃去 或者是說 他出現了一些 新的他沒有聽過 講話的聲音的話 他會出現那種 有一點高興 或者是說 有一點好奇的表情 可是如果是 先天壓抑型的小朋友 他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他會不曉得 應該怎麼辦 所以有的可能會大哭大鬧 有的會一直胡亂揮動手腳 有的是會縮成一團 可是他會講說 那五分之一不是很高嗎 對不對 不過基本上 其實大部分的孩子 即使說他本來是這個類型的 但是隨著時間的變化 他對於環境 慢慢的越來越安全感之後 大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孩子 他會自然而然的 就會好了 有選一嗎 白蓉妳 有 我有選一 我們家兒子 他是怕 我不知道耶 他是怕青蛙 他對青蛙 而且我知道的原因是什麼 所以有一次 我們大家去農場玩的時候 然後那農場的那個 河裡有養蝌蚪 就很多蝌蚪 然後我們就拿那個 寶特瓶裝了大概五六隻吧 帶回家養 結果那蝌蚪過了 一兩個禮拜之後 真的就開始 先長後腳 對 先長後腳 其實我看了也覺得 有點怪怪的 因為我自己也會覺得 怎麼會先長你知道嗎 然後他看了 他也有點嚇到 我就說 沒有關係 就是這樣 我還是安撫他 其實我可是 因為那個農場 昨天跟我們講說 沒關係 你們就養在水裡 他就會長大 可是好像不是那麼好長 因為慢慢 他就開始一隻一隻的死掉 對啊 然後後來剩下最後兩隻 然後呢 那一天剛好他們學校 要舉辦一個 這個介紹我的寵物 然後呢 老師就說 如果你可以帶來的 你就帶來 於是他就很高興 拿著養樂多瓶 把那謹慎存的兩隻 帶到學校去 就他那老師一看 那個蝌蚪 就告訴他說 欸 你這個不是蝌蚪喔 然後他說 那是什麼 老師就去Google 你知道嗎 就Google Google了 一張癩蛤蟆的照片 哇 他就說 他就說 小寶帶來的呢 這兩隻 不是青蛙 是 癩蛤蟆 長大了以後 會長成這條層 我覺得癩蛤蟆超醜的 對不對 小寶就 就青天霹靂 他都不會 從中午聽說 老師下午三點打電話給我 一直跟我對不起 說我真的不知道會這樣 他從中午就一直哭到現在 他沒有辦法接受他的重複 後來變成賴蛤蟆 所以他就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就一直跟我道歉 就因為這件事情 就造成他後來喔 只要有青蛙類的 他是立馬給你崩潰 然後翻臉走人 甚至於有一次我們坐計程車 那司機有一個 你知道我們在巴黎島長話 看到一個青蛙的零錢包 就是一隻青蛙造型的零錢包 擺在那個車裡頭 他給我真的是這個街口上車 下個街口 我只好說不好意思停車 因為你車上有一個 青蛙的零錢包 他已經哭到一個不行 他就是要下車 這麼嚴重 我就只好下車啊 像我女兒他 我小女兒他什麼都不怕 他只有就是怕黑 然後他怕聲音是 我們爸爸只要忽然說 你在幹什麼 突然的大聲 對他那種聲音他會害怕 可是他唯一就是讓我 我們很不解是 他很怕黃燈灰 蛤 可是他唯一就是讓我 我們很不解是 他很怕黃燈灰 蛤 他非常胖黃燈灰 這是有原因嗎 黃燈灰有像某種動物嗎 青蛙 青蛙 他也很怕青蛙 我們也非常不解 那原因是因為有一次我錄影 我帶我小女兒去錄影 然後在化妝間 黃燈灰就走過來就說 妹妹我告訴你喔 來叫爸爸 然後我女兒就覺得很驚 為什麼要叫爸爸 他就說不要 他說我告訴你 其實呢 我才是你爸爸 那時候我小女兒兩歲多 從那一次開始兩歲多 他現在已經四歲多 他到現在 你只要聽到黃燈灰 這三個字 他就大哭 然後我每次都要問他 都要跟他講說 黃燈灰不是你爸爸 他是跟你開玩笑 一直到現在我都要這樣跟他講 回不了神 什麼 因為他後來有前一陣子 他居然問我什麼你知道 他說 那奇奇是我爸媽嗎 奇奇 奇生耶 那他的老婆是誰 然後這樣問我 來 王老師 不管是聲音啦 青蛙啦 還是什麼 甚至包括爸媽這種混淆的 我們不知道今天要來解決 這麼嚴重的精神問題 對 真的 看來黃燈灰跟青蛙 都造成了這些孩子的一個東西 叫做 創傷後壓力症後群 這個東西 就是在921之後的那些受災戶 造成的嘛 就 從那一次大地震之後 然後一有搖晃的時候 整個大腦就整個非常非常警醒 就整個都抓起來那種 所以有些玩笑 可能還是不能開 但是動物這件事情 就是會畏懼會恐慌 或者說是會害怕 動物這件事情 的確很多孩子可能有 因為他不知道那個動物 可能會對他做什麼事 或者說是跟他預期不一樣 跟他預期不一樣 那我覺得家長 有時候就會像白龍的心態就是 那我們就先逃避吧 對啊 逃掉你最害怕的東西啊 以免那個情緒一來的時候 不可收拾 可是當孩子年齡越大的時候 我們越不鼓勵這樣做 因為這不是一個 簡敏感的方法 簡敏感的方法 還是要偶爾去接觸一下 在你的陪伴之下 帶著他畫青蛙吧 這個可能 因為那是 他面對就是 畫青蛙這件事情 是他可以自己控制的 對不對 他可能只會覺得很討厭而已 但是如果你從這一步 都沒有辦法過去的時候 他可能一輩子這個東西 都是他心裡面的陰影 他會永遠怕這個 所以我說 很多爸媽在第一步的時候 就是帶著孩子逃 嘿 可以避免那個聲音 我們常常遇到很多 到四五歲的時候 會有一些感覺同合問題的小朋友 很害怕聲音 突如其來的聲音 很大聲啊 打雷啊 就會比比錯啊等等 甚至還有尿濕褲子的都有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追了一下 以前的教養環境 發現這些孩子都被 無菌式的教養 睡覺的時候氣密窗 坐 對 我的寶寶才剛出生氣密窗 然後那個門啊 全部都弄到最隔音的狀態 等等這樣 然後睡覺的時候 外面的人不准給我有腳步聲 不能有什麼什麼這樣子啊 很多媽媽都是這樣子做 長大之後 這一群孩子 對那種自然的聲音 反而特別的敏感 所以我們說 除了不要過度保護以外 如果孩子有遇到 這樣的一個問題的話 要陪他去面對 所以我要三不五十詞 這樣帶我小孩去見黃燈貝啦 沒關係 我會先幫你跟黃燈貝聊聊好不好 可是如果有一些害怕 真的是影響到生活的話 生活面的 對啊 可能怕上學啊 怕髒啊 怕人多啊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辦呢 王老師 對 其實像人多啊 或者說是髒啊等等 這的確有一些小朋友 會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 髒這件事情 我們先舉髒這件事情 小孩有的在外面的廁所 都不敢去上 類似村長 然後他會憋 還會憋鳥啊 然後不肯大便 然後最後搞到便秘的都有 對啊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的話 因為他們 他們可能會有未知的空間 為什麼 就是 小朋友就是 我剛才講的就是 想像力豐富 他可能在做一件 新的事情的時候 他可能會無限的聯想 我在外面上廁所 會不會 會不會有人進來 我在外面上廁所 會不會有人怎樣怎樣 我在外面上廁所 會不會門打不開等等 他跟我們想像的那個 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孩子在怕髒 或者說是這些 日常生活裡面的時候 爸媽媽一定要 稍微輕鬆一點 跟孩子聊這件事情 不要用一種 你為什麼不上廁所 你以後如果 不在學校上廁所的話 你回來 你也不用想上了 那個壓力會非常非常大 對啊 所以輕鬆聊 那個過不去的 那樣子的一個點 其實那是一個教養的話說 好 那黃醫師 最後幫我們來總結一下 有沒有比如說 面對了小孩這種 膽小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性格 爸媽 該說 不該說 有沒有一些什麼樣 要注意的 今天膽小的事物有很多 但我想共同的結論就是 不要用強迫或恐嚇的方式 讓他去面對他害怕的失誤 而要做的事情呢 非常的簡單 趕快用你的創意 把他害怕的事情 跟快樂的東西聯想起來 不管你要把 青蛙做成糖果 把黃鐙輝做成鬆餅 或者是帶著他 經過他害怕的地方 但在過程當中 他有冰淇淋可以吃 盡量的讓他把快樂的事情 跟著他曾經害怕的事情 連接起來 洗掉那個不好的回憶 然後建立一個新的一個連結 就是跟快樂的東西連結 才有機會釜底抽薪 把這個害怕的事情解決掉 有道理 感覺動作要快 不然就像我這樣 對 80% 都幾歲了 通常對 真的 他以為主播是一個無敵鐵金剛 沒有 沒想到他也有缺點 真的 有沒有 有弱點 所以面對小孩子的膽小父母 真的要秉除過去 我們很傳統制式的叫法 罵 責備 也不好 沒有好好的臉色 我們就像江青筆心 我們幫助他一起去度過 要陪伴 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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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肥端澱粉 食慾更失控 沒有血清素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 對那種 慰藉性食物的渴望 什麼叫慰藉性的食物 就是年輕小時候 會讓你快樂 有幸福感的食物 那是什麼 就是那個 麥當勞 炸雞薯條 可樂 汽水 這些東西嘛 明天晚上八點 請你跟我這樣過